好,我们先说一个事情,就是在那个API文件夹里面这个list.dyson 这个文件呢,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正规的我们线上可以用的一个文件 之前呢,都是简单写了一个,我们看一下啊,就是还是一个数组 里面呢,是四个元素啊,每个元素都是一个对象 大家看,都是这么个,是一个对象 然后有ID,有name,名称,price,价格 然后那个discount呢,就是说是不是折扣 因为我们在一开始演示的时候,有一个折扣的一个功能,对吧 如果它是1的话,就说明它有折扣,如果是1就有折扣 下边这个两个0呢,就说明这两个没有折扣 这个我们后面会用档,这暂时先写在这儿 这个discount文件比较简单,所以说我们这儿呢,就不再去挨着给大家一行一行写了 这回大家可以通过下载的代码,或者说直接手写 把这个discount文件给写出来 好,那我们上一节呢,是做这个list.js 就是这个list class,然后这里面呢,我们留了一个创建一个item 然后init这个地方呢,留了一下 好,我们这儿可以多打几个空行 表示这儿还有加东西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按理说,我们应该是做这个item 就是list里面的每一项的一个类 但是呢,我们看一下类图里边 这个item呢,是依赖于这个cut的 所以说,这cut的看似也比较简单 所以说呢,我们就先把这个cut,这个购物车的这个class给它建出来 这儿我们画的是一个cut,是购物车 但是呢,我们之前在讲那个单立模式都也说过 购物车或者说登录框,我们之前都举过例子 它应该是一个单立模式,对吧 单立模式呢,我们这儿这个cut这个class这个类呢 就不能说很轻易的去生命出一个对象来 所以说我们要做成一种单立模式 那我们要怎么做成单立模式呢 我们看一下啊,就是我们在这个shoppingcut的文件下面 我们创建一个叫做getcut的一个文件 getcut就是gs,getcut不是cut getcut就是说明是获取一个cut的单立 不是cut的一个类 好,这儿我们先获取单立 也得先把这个类给它写一下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cut类的一些属性和方法 大家看一下有个list,对吧 有一个购物车嘛,肯定有个列表 然后有个add,就是添加列表中 然后delete就是删除,getlist就是返回这个整个列表 这个地方这个list虽然是个-2 就是个private的一个私有属性 但是呢,我们用s6也不是特别好的表达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这么写,这个没有问题啊 好,先有个list,然后有一个add的一个方法 它要传有个data,然后这个比较简单了 list,list,posh,然后data 就是把这个data给它放进去 然后delete呢,有一个id,是吧 我们要根据这个id来删除 这个id是什么呢 其实id就是这个 我们获取列表中的每一个id看都不一样 id等1,id等2,id等3,id等4 都不一样 然后这个data是什么呢 这个data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每一项的 数据员每一项的这么一个对象 就是这些数据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delete怎么实现啊 list.list复制成 我们直接通过这个datafilter就可以了 直接筛选啊 ififitem.id等于id 然后呢,就return false,如果不是呢 就直接return true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能把这个 是id的这个item给它筛选出来 并且删掉 好,这是delete 然后是get list return list.list.map 然后return item.name 最后呢 我们用一个招映函数给它拼接起来 用个换行吧 这个为什么是用招映函数拼接起来呢 我们先保存一下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类图里边 这个get list返回的是一个strand型的一个结果 就是自乎串 我们在一开始演示的时候呢 我们点击购物车的时候 盘出购物车的信息也是一个自乎串 所以说我们这儿就直接 虽然说它这个原数据是一个数据 但是呢,我们要展示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把这个数据里边的每一项的名字 给它拼接成自乎串 展生出来就可以了 好,这是这个class对吧 class我们不会往外export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要求是要返回单例 这儿补充一句 虽然说我们写了这么多代码 还没有讲设计模式的对应关系 不过没有关系,最后我们会在整体代码的时候呢 我们把前面说的那几个设计模式都对应起来 这个地方这个单例模式呢 因为在这儿不得不讲 所以说我们就提前说出来 好,然后我们根据之前单例模式的写法呢 我们就来写一下 get cut复制成一个自知性函数 然后这里面呢,我们let cut 跟我们之前写单例模式的方式是一样的 我们之前JS实现过单例模式 大家还记得吧 然后return一个function 我们好像写错位置了 应该是从这儿换好 我说的这个颜色不对呢 return一个function 然后if cut if not cut就是没有的话 我们就处理化一个实例 然后呢,最终去返回 这我们就不再过多解释了 因为这个地方和我们之前用JS实现的单例模式完全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最终返回的是个什么呢 是个这个函数 因为get cut返回的是一个函数 所以说我们最终export出来的 也是一个get cut的一个函数 有时候我们引用get cut的时候 get cut的时候返回的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之行呢 就可以获取这个cut这个类的一个单例 就是不会让外面去 不会让外面去new很多cut的实例 这儿再多于嘴 就是我们之前说过 通过GS无法真正实现 实现那种像Java似的那种单例模式 因为GS中没有那个private那种装饰服 对吧 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其他的技巧来实现 就是我们这个 不管是comment.js还是js6的模块化 就是说我们这儿定了一个cut的类 我们不想让外面去实例化 那我们就不去给它导出去 就是不去给它export出去 大家看像list 都是直接去把这个class给它export出去 就外面可以直接访问到 对吧 但是我们这个class呢 我们没有export出去 那我们export出去什么东西呢 是这个东西对吧 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直接返回一个单例的函数 所以说我们通过模式化 也可以去实现单例模式 不过呢 它就是没有像Java那种语法 看起来实现的那么标准 或者说那么简单 前提是你要去掌握这个 模块化的一些知识 OK 那这个cut呢 我们就讲完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去讲这个item 大家看一下item里面去引用了这个cut 对吧 然后里面还有个element 还有个list 这个之前都分析过了 还有个data 这儿有个cut 就是引用了这个cut的实例 也就是我们这儿说的一个单例 好 那我们把这个item的结构 先给它写一下吧 因为item是list的一个子部分 是吧 我们在直接的这个list文件下面 新建一个文件 叫做item.js 好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exportclass了 constructor过多函数呢 我们要传入什么呢 我们要传入一个list的一个实例 list的实例 就是说是这个list这个类的实例 在这儿 我们之前分析过 对吧 然后还需要传入什么 还需要传入这个data 就是说我们通过什么数据 来生成这个列表的这一项 好 我们先把这两个属性给它获取到 然后这个element呢 element呢 我们就跟执行的方式一样 直接去用gquire来生命一个drv就可以了 this.element element 复制成 dollar 然后直接里面一个drv的元素就可以了 好 然后是this.cut 对吧 cut复制成什么呢 那我们肯定是要复制成一个cut的一个实例 购物车的一个实例 那我们这儿要怎么做呢 要获取这个返回能生成实例的这么一个函数 对吧 就是刚才我们定义的这个 上面cut里面这个getcut 返回的这个函数 然后直接执行它这个函数 返回的就是这个单例 这个返回的是个单例 这个单例其实就是这个cut 刚才说的这个cut这个class里面的一个实例 好 这是个过到函数 那过到函数呢 我们看完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item的方法 init init content init button 然后是添加到购物车 然后删除购物车 然后是render 好 就是出手画内容 然后是init button init button的时候呢 我们肯定是需要两个函数 就是说点击按钮的时候 需要什么 需要天爱的购物车 是吧 天爱的购物车 add to cards handle 然后还需要什么呢 还需要从购物车删除 好 那我们这加个注释吧 这两个我们就不加了 这两个通过名字就能看出来 这是添加到 添加到购物车 然后这个呢 是从购物车删除 OK 然后最后一个还有个render 好 这样的话 我们都函数的股价 都是执行完之后呢 其实我们在init里面 就可以去执行了 init里面就先去 处理化这个内容 然后呢 再处理化按钮 最后去执行这个 render 渲染 对吧 这就是init的内容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init content 就是处理化内容的时候 它是需要干什么 处理化内容的时候呢 首先是我们 要获取这个element 就是在过程函数里面 定义的element 然后呢 再去获取data 我们之前说过 传入的data呢 其实就是在这个 leadser descent 就是语言文件里面的 数字的每一项 每一项都是这么一个对象 对吧 结构也都是统一的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 data.name data.price 来获取到这个名称和价格 所以说我们这儿就是直接 element.dr open的 open的什么呢 我们到这儿一个 就是用那个dequery 来处理化一个对象 名称 然后是什么呢 然后是把这个data.dr name给它 过去倒 然后 包裹起来 拷贝一下 这是名称是吧 然后这是价格 价格指data.dr price 好 大家注意看 这个地方虽然是执行这个appen的 就是往这个data.me节点上添加紫元素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 根据我们init的一个写法 我们在init connector的时候 还没有执行render 就是说还没有渲染 所以说我们对一个没有渲染的data.me元素 去添加紫元素 是没有任何性能问题的 因为它没有渲染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init button init button也一样 就是首先也是要获取这个element 然后呢 我们再获取一个 button 不是获取 就直接通过这块生成一个button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先写一个test吧 就是这个内容 我们等会儿 或者下一节 我们再讲这个状态变化的时候 就是涉及到状态模式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地方改掉 所以说我们先写个test去站位 in 以便我们能接着往下写 好 button呢 肯定是有一个点击事件的 对吧 好 点击事件里面呢 就是这个地方要执行什么呢 要执行 我们就不起来注视了 就执行从购物车删除和添加到购物车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就暂时先不写啊 就是还是把注视加上吧 要执行添加到购物车 或者说什么呢 从购物车移除 这两步操作的其中一步 对吧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先不写啊 因为这个状态变化的逻辑 我们还没有开始写 最后呢 是什么呢 最后呢 是element.append button 好 这样的话 就是把button给添上了 是吧 然后这个内容我们先不写啊 我们下节会写 然后添加的购物车呢 我们就直接去用什么 我们就直接去用这个 list.cut list.cut 它这个地方是一个购物车的一个单例 所以是list.cut.add 然后list.data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在这个cut这个实例里面 有add的方法和delete的方法 add的方法要穿上data delete的方法要穿上id 对吧 好 这就是天安的购物车 我们直接调用这个购物车的实例 也是一个单例 add的方法就可以了 从购物车删除呢 我们也是一样 直接调用这个购物车的delete方法 然后把这个id给传过去 就可以删除了 这一步逻辑我们不用在这写 最后是渲染 渲染比较简单 就是l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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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的一个实例 通过这个list.element 就可以获取到这个list的一个 道末节点的容器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list.list.element 获取到list的容器 然后open的什么呢 open的 直接把这个list.element 给它添移到去 就可以了 list.element就是当前这个item的一个 道末节点的容器 对吧 这样的话呢 至少是我们虽然说没有按钮点击的逻辑 但是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item的一个渲染 机制都已经弄完了 大家看 就是执行完item的 初始化渲染之后 其实这个list.element里面就有 list.list.element就有值了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在 每一次执行这个item的时候 初始化的时候 它都会往这个list的这个东西里面去添加 item本身的这个道末元素 对吧 那item本身道末元素有什么呢 item本身道末元素 它就有名称价格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button 好 我们上一刻说过啊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list里面执行渲染的时候呢 看似这个list.element 这个list.element 是这个list.element 是空的 对吧 但是呢 我们也说过 在执行渲染之前 我们会先执行这个创建item 然后去初始化 然后去渲染 执行完这一步之后 其实这个里面 它就不是空的了 对吧 我们通过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它渲染这个item渲染的时候 会往这个list.element 去塞了一个元素的这个道末节点 好 那我们把item写完之后呢 我们就回过头来 把这个list里面 这个创建item 并且初始化的操作 给它写完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是先以用item的这个class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去初始化一个item 执行item.init 对吧 这样就行了 但是呢 我们还要再增加一步 就是我们在这个item的这个文言里面呢 我们再增加一个 叫做 createitem.js 好 这一步有什么用呢 大家跟着我写啊 首先第一个 我们肯定是要 import这个item进来 就是我们刚才写的 那个item的class 然后呢 我们 返回一个什么呢 直接返回一个 函数 函数什么呢 我们就直接去 用一个item 这个data 我们可以写成一个item data 好 大家看 这一步像什么呀 是不是特像我们一开始讲的工厂模式 对吧 就遇到new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函数方标来弄成工厂模式 对吧 我们就 这儿 加一个度是工厂函数 好 这样的话我们通过这个 在例子里面 我们就不用直接去应用这个item的class了 我们就直接去应用什么呢 我们就直接去应用这个createitem的这个工厂函数就可以了 对吧 直接引用这个 然后通过我们引用的工厂函数之后呢 我们在这儿就可以直接letitem复制成createitem 然后把这个因为它要传入list对吧 大家看它要传入list然后传入itemdata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list就是this对吧 就当前的这个类的实例 然后itemdata传过去item.inates去执行returnitem 因为它是个map函数嘛 好 我们再解释一下一个疑问 想必大家已经想到了 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要去把它做成工厂函数 就是我们做成工厂函数之后 它这儿其实就是反过这个newitem 它没有任何的 其他的以这儿的话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有点类似于我们为了用工厂函数而用工厂函数 就是工厂函数摆在这儿是为了好看的 其实我们在这个list里面 通过工厂函数来获取item实例 或者说通过newitem来获取item实例 都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所以说这个工厂函数在这儿呢 可能看似没有意义 但是我们后面是要补充东西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肯定不是白洗的 后面要补充什么东西呢 后面我们要补充这个优惠商品的处理逻辑 现在我们还不会写 但是我们后面会补充 所以说我们这个工厂函数里面肯定是有逻辑的 如果没有逻辑呢 我们不可能把这个为了用工厂函数而用工厂函数 那等我们把这个优惠商品的处理逻辑补充上之后 大家就能看明白这个地方工厂函数的用意了 这儿呢我们就先卖个关子 就先不写 大家就先跟着我的思路 把这个工厂函数先这么写上 然后这个list里面呢 就先这么去用就可以了 OK 这节课呢我们把这个list完善好了 然后这个item也把框架给完善了 另外呢是把这个购物车的这个单例给完善了 好下节我们就继续 谢谢大家